当人们谈论英国王室时,浮现在脑海中的往往是那些负有巨大责任的几位核心成员,查尔斯国王,威廉王子以及他的妻子凯瑟琳。 然而,业内人士纷纷猜测,威廉王子可能正在悄悄策划一项新战略,以分散王室职责的负担,并减轻自己日益增长的压力。 这个计划旨在更多地依靠贝亚特利斯公主和尤金妮公主增加王室工作人员的数量,从而实现公关和工作压力的有效分担。 知名公关专家布伦达·克里斯腾森在最近接受采访时,对威廉的可能动机提供了有趣的见解。 他指出,这将是一个聪明的公关策略,通过民主方式传播宫廷阴谋,以减轻威廉在公众关系和工作压力方面的负担,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当前的时机无疑是恰到好处的,王室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查尔斯国王和凯瑟琳康复期间,王室需要增强阵容,而哈里和梅根离开后留下的空缺更是需要填补。 碧翠斯斯和尤金妮的加入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更是战略上的必要。 作为安德鲁王子的女儿,他们虽然按照传统并非王室工作的核心成员,但他们拥有皇室血统。 贝亚特利斯和尤金妮分别在王位继承顺序中排名第九和第十,因此他们的参与不会引起继承问题。 相反,让他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提升他们的知名度,可能为威廉带来战略性的公关优势。 通过让更多成员分担工作负担,威廉可以避免在自己责任随着查尔斯的继任而增加时变得过度负担。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他的压力,还能引起公众对王室其他分支的兴趣。 正如克里斯·腾森所指出的,这样可以多样化宫廷阴谋的来源,是一个让公众保持关注的明智举措。 有报道显示,尤金妮和贝亚特利斯将接受媒体培训,为可能的宣传推动做准备。 作为提升标志的大胆举动,两人计划在下个月的盛大阅兵室上与威廉和凯瑟琳等高级工作成员一同出席。 尤金妮尤其可能成为威廉的一个优势,她在家族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哈里和梅根离开的事件仍然敏感的背景下,让受人喜爱和深受欢迎的尤金妮作为非官方大使,可能有助于修复裂痕。 她还与备受争议的父亲安德鲁王子关系密切,因此扩大她的角色可能是威廉在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巧妙地获得对安德鲁王子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在当前的复杂局势下,威廉王子的这项新战略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 通过更多的依靠贝亚特利斯公主和尤金妮公主,王室不仅能够减轻核心成员的压力,还能在公关方面取得积极效果。 虽然挑战依然存在,但只要妥善执行,这一策略必将为威廉以及整个王室带来长远的利益。 在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包容,多样化的英国王室,以全新的姿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如今似乎已然被舆论抛弃。 那些期望他们东山再起的人可能要失望了,因为他们所造成的损害已不可挽回。 这不仅是媒体的看法,更是民意调查的结果。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陷入如此境地? 是公众的苛责,还是他们自身的决策失误呢? 这对曾经的英国王室心宠,备受瞩目。 然而,近年来,他们的支持率在英国和美国均大幅下降。 根据YouGov的最新民意调查, 哈里和梅根上个月仍然是最不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公爵夫人的受欢迎程度甚至略低于其丈夫, 只有22%的人对她持正面看法, 而对哈里则为29%。 这对夫妇的公众形象为何会如此迅速地坠入谷底? 美国王室评论员金西·斯科菲尔德指出, 哈里和梅根多年来改变了各种策略, 从一开始的爆料王室,到如今试图重塑形象的假王室策略, 然而效果甚微。 他认为,这种频繁的策略调整不仅没有挽回他们的声誉, 反而让他们显得更加不真诚。 哈里和梅根最初的策略是公开反对英国王室, 这一举动无疑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他们与Netflix和企鹅兰登书签订了合同, 出版了备胎一书, 这些举动被认为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然而,这种激进的举措不仅让他们与王室决裂, 也使公众对他们的动机产生了质疑。 斯科菲尔德表示, 这种策略让他们失去了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 如威廉王子和查尔斯国王, 也损害了他们与公众的关系。 如果他们真心热爱王室并关心其未来, 就不会采取这种激进的策略。 如今, 哈里和梅根改变了策略, 但为时已晚, 他们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在遭遇初期策略的失败后, 哈里和梅根尝试了新的方法, 希望能挽回公众的心。 这其中包括他们在圣地亚哥开设工厂, 以及最近的尼日利亚之行。 他们试图通过这些行动, 让人们回忆起当初为什么会爱上他们。 然而, 今夕, 斯科菲尔德认为, 这种策略同样收效甚微, 因为他们已经造成了太大的伤害, 公众不愿再为他们的成功投资。 其次, 哈里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谈论了 自己过去使用毒品的经历,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失误。 苏塞克斯公爵在书中提到 曾使用可卡因、 大麻和迷幻蘑菇等消遣性药物。 然而, 当他被问及在 一句美国时是否在签证申请中 声明了这些情况时, 他陷入了困境。 前BBC皇家通讯员珍妮·邦德认为, 哈里一定后悔在书中 如此坦率地谈论毒品问题。 虽然他试图解释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 但这样的承认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哈里和梅根不仅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也失去了王氏的支持。 他们与王氏的关系已然破裂, 这使得他们在公众眼中显得孤立无援。 公众不再为他们的成功付出努力,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这对夫妇自找的结果。 斯科菲尔德补充道, 如果你真心热爱王氏并关心他们的未来, 你就会认识到哈里和梅根 对王氏的未来是一个负担, 而且他们对你来说并不有趣。 你并没有为他们的成功付出努力, 这是他们自找的。 这种看法反映了公众对他们的普遍态度, 他们认为哈里和梅根已经失去了重塑形象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 哈里和梅根不仅失去了家庭成员和王氏的支持, 更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他们的形象在公众眼中已然无法挽回, 过去的辉煌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力回天的尴尬局面。 未来, 哈里和梅根是否还能找到新的出路,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再也无法回到曾经那个备受爱戴的高光时刻。 此外, 曾经被誉为梅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丹尼尔、 马丁如今却被指责远离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生活, 从化妆师到梅根之友的转变。 是否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真相, 一段有意的终结, 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多让人不忍目睹的真相呢? 在梅根担任王室成员的两年间, 丹尼尔、 马丁一直是她的得力助手, 然而, 最近的尼日利亚之旅却揭示了这段看似牢不可破的关系的裂痕。 梅根竟然选择自己动手化妆, 没有再邀请这位化妆师的参与。 这是否意味着梅根已经不再需要她的服务? 亦或是另有隐情? 丹尼尔声称与梅根保持着联系, 然而在过去两年里, 两人却没有再度合作。 梅根之所以选择放弃这段黄金搭档, 难道只是因为她需要更多的空间吗? 或者, 是丹尼尔已经无法满足她的需求? 这一次, 梅根在尼日利亚自己化妆的决定, 是否标志着她对丹尼尔的态度转变呢? 丹尼尔的社交媒体账号充斥着与其他明星合作的照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与梅根的照片已经显见。 这是否暗示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破裂, 梅根曾是她的最爱, 但如今, 她的合作对象却转向了其他明星。 然而, 这段梅根之友的故事并非只是简单的友情结束。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亲密, 曾经是众人羡慕的对象。 梅根称她为叔叔, 她亦是梅根成为王室议员后的得力助手。 然而, 如今的她已经成为梅根生活中的过去, 或许, 在这一切的背后, 隐藏着更多令人震惊的真相。 丹尼尔的离去, 预示着梅根的人品彻底崩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